强症后居民在屋顶上收集还能使用的材料 希望减轻经济负担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设置的临时医疗站 依旧有灾民在看诊 刺激尼泊尔地震勘灾团队 除了在贾贾科特县纳尔加德市勘灾 也前往邻近的西鲁昆县 了解医院和学校的受灾状况 在阿斯比斯科特市 这里有超过60%的学校 适用石头和泥土建造 这次灾难有53所学校 252间教室倒塌 志工在市长和官员的说明之下 更知道居民的需求 由42位青年创业的饮料工厂 因为地震影响计划 希望得到适时的援助 纳尔加德最靠近正央 居民已经撤离到安全地方 志工探访时 送上蓝平尼妇女编织的毛帽 满身是灰土的年轻农民 从科威特回到家乡才八个月 没想到遇到了地震 接获刺激送来的毛毯 脸上露出笑容 大海新闻优尼斯尼泊尔报导